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个真面没有培养起来 我们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不想做 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抗拒它 还是随着习性去反应 培养这个真面是最基本的 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习性 你看看我们在做 每个人都有不同不同的习性 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 就好像我们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如我们把它睡觉培养成一种习性 很喜欢睡觉 那这个习性一旦培养起来 它就支配左右转移了 对吗 虽然我们有信心来学佛 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去培养这个真面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够去抗拒它 因为我们这个真面的不足 换另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诚心是我们的习性 当你被人家一记发到的时候 你没有真面的话 你就随着这个习性反应去反应了 就发提气了 就骂了 对吗 所以虽然它有神的 但是它没有真面 所以要灭苦没有办法灭 所以在经典里面讲的 念是最重要 我们把它培养起来 一切的善法呢 假如我们培养这个真面起来 它就会加强加强 所以没有这个真面的话 虽然你有神的 有时候你没有顺念这个心 因为你念 这个念是上面一个经 下面一个心 对吗 就是顺念我们的心活在当下 你当下你发生什么循序呢 你都清清楚楚 你察觉到你才能够进一步 怎样去克制它吗 那假如连这个发作的当下 那你都察觉不到 那你将去停止它 所以这个satic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要明白 Fate有几种层次 一般上我们讲这个Fate 还不是soda-bana的Fate soda-bana的Fate 它是不退转的 你看一个人真正要升起Fate 他是真正在法里面得到益处 好像我们现在 佛陀告诉我们灭苦的方法 对吗 假如我们能够掌握到这个技巧 我们都知道苦是从我们的造作而来 对吗 假如我们能够培养起这个技巧 当这个造作要升起的时候 不让他升起 或是已经升起 能够让他断除的话 我们对这个灭苦没有怀疑 我们没有怀疑 当我们假如能够掌握这个技巧的话 知道灭苦的方法 怎样去灭了之后 我们对这个法不再怀疑 对灭苦这个方法不再怀疑 然后我们对佛陀 肯定也会升起很全正的信仰 因为他所教的东西 的确是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受众的 这个时候 你对那些人 依照佛陀的教法 在净化他的内心的话 你也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我们讲 Sothabana 就是他能够懂得看到怎样灭苦 而且他也能够灭苦 某种层次的苦 他能够灭 所以他对这个法的怀疑 不再有任何怀疑 所以当他对这个法升性的话 对佛陀肯定也升性 对依照这个法来灭 他的烦恼的那些出家人 他也肯定充满着信心 所以这个是Sothabana的Fate 不是我们普通的Fate 我们普通的Fate 有时候相信 有时候不相信 静静退一退 他还不是真正的Fate 你看佛陀为什么讲 出国的圣者 出国的圣者 当他真的出国了之后 他对佛法升不为怀疑 为什么他不会怀疑 因为他已经知道 这条路怎样走 只是他还有很多 那个习性烦恼 但是他只是时间上 这样去磨练 这样去断除它 但是对于怎样灭苦 他不再怀疑了 但是你平时讲的Fate 我们每个人都讲 我们对佛有信心 其实这个信心 还只是很肤浅的 好像建立在沙滩上的信心 他还不是像Sothabana 那么稳固的 Sothabana 假如他真的 这个义果的圣者 他不会怀疑了 他对因果也不会怀疑了 所以这就是他们不推转的原因 而且他们对这个因果深信 对这个灭苦不再怀疑了 所以他们叫做不推转 你看我们很多时候 静静推推 推推静静 对吗 有时候被人家刺激到 我们又心飞一冷 有时候人家鼓励一下 我们又心心充满 对吗 有时候好像我们来静坐 哇 静坐了 很苦 我们就不想这样面对苦 要逃离苦了 这就是我们的习性 明白吗 其实 你看看一个人 要戒毒 要戒毒的人 在戒毒的这段期间苦 肯定很苦的 但是他假如能够 挨过这段时间的话 他这个苦 就会 写作了 所以我们来修禅 谁在苦 不是谁在苦 是我们的吉雷撒在苦 习性烦恼在苦 我们吉雷撒要这样 要那样 当他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苦了 要像你希望听到这个人称赞 你希望那个人好好的对待你 当你被他刺激到的时候 你就生气了 你就发脾气了 你就苦了 这个苦谁在苦 是我们的习性烦恼在苦 不是我们自己在苦 明白吗 你看我们一来修行 哇 苦 我们就想逃避逃避 苦是要去面对 佛陀叫我们去面对 不是逃避 逃避永远 不能够灭苦 佛陀叫我们去面对苦 不是逃避苦 所以这个不简单 很少人愿意去面对苦 遇到苦 就总是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但是你知道苦是来自你的内心的烦恼 你躲起来 这个烦恼不会离开你 他跟着你一起去的 你躲在里面 他跟着你在里面了 他不会逃到哪里去了 好像我们去一个些地方 我们看到不和服 我们的人 我们不喜欢的人 不和服我们心意的事 我们就觉得 这个地方不要出来 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真正是我们烦恼 是我们苦的是 我们这个内心的烦恼 这个想要跟想不要 这个desire也是我们苦 所以我们认为说 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不会苦 告诉大家 凡是有人的地方 都有问题 你都会面对这些刺激 问题是多更少 你在这个地方也许多一些 在另一个地方少一些 但是你要完全恶服你心意的 没有 在这个世界没有 你不用盼望 你不用盼望说 那一个地方的那一个地方 那一个地方都完全 每个人都很好 每个人都不会发脾气 除非是阿罗汉 阿罗汉跟阿罗汉相处在一起 不会无缘无故来发脾气 不会无缘无故来发脾气 哪里来出气 他不会 但是假如我们跟平常人在一起的话 每个人还有贪嗔之 还有习心烦恼 你不用想 他会像阿罗汉那样 所以我们想逃避苦 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他 我们想逃避 逃到哪里去 你都逃不了 因为真正的烦恼是你的习性 你躲在山洞里面 他也跟着你到山洞里面去 对吧 佛陀是叫我们来面对这个烦恼 当我们被刺激的时候 我们 生取这个习性的反应的时候 看住他 不要让他反应 学习顺恋顺恋 顺恋这个心 顺恋到一段时间 磨练到一段时间 就好像 佛斯比丘他讲得很清楚 老虎其实你 囚禁在了龙里面的老虎 你不用去杀他的 只要你不要给他食物吃就好了 他就慢慢会死掉 就好像你眼睛受到刺激的时候 你看住他 不要再进来照做 就是没有给他受吃了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慢慢 他就习惯了 再刺激多几次 他 不害然 刺激就刺激了 他觉得很平常 但是你一直逃避 逃避 逃避 你要逃避到几时 那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一受到刺激 我们就带进来照做 照做 不喜欢这个人 不喜欢这个地方 不喜欢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苦 讲面 因为你一直给他食物吃 这个照做就是给他食物吃 明白吗 因为你在给他食物吃 你每一次的照做 每一次在加强你里面的习性烦恼 你想是吗 就好像我们不满一个人 你不相信 你常常拿来想 讨厌这个人 讨厌这个人 你越看就越讨厌 为什么 你每一次的照做 你就在加强你的 对他的讨厌的力量 但是你不知不觉 对吗 每一次的看 每一次的回忆 都在加强这个 业的力量 所以我们讲老虎呢 囚禁在笼里面的老虎 不用杀他 只要你不给他食物吃就可以了 你不要照做 一段时间呢 控制这个心 看到 知道生起了 不让他进一步照做 久而久之呢 改次人家来吃几年 你觉得淡淡了 没有什么 像上次那么激动了 慢慢变成淡化了 所以我们苦不要逃避 苦要面对了 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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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避到几时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呢 当不和服我们心意的时候 当不和服我们的事的时候 那真是我们的老师 但是我们很少地把它当作我们的老师 我们总是发脾气 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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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在磨练我们 假如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看不到 我们还有没有这个习性 烦恼 我们看不到了 你是潜伏在 心事里面看不到 但是这些东西来刺激我们的时候 我们看得清楚 我们还有这方面的烦恼吗 假如有的话呢 好像你一被刺激的时候 你就会生气 就证明说 我们还有这个习气烦恼 不能够接受这个 不能够接受那个 所以还要磨 还要磨 不断地磨 主事 待人的时候呢 我们 靠着这种 方法 回来反照我们的心 然后训练自己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面对人跟事 这就是我们训练的好地方 不是在那边 静坐静坐就能够起出这些烦恼了 不是了 你看看 我们每个人 都被业力所支配 看看 抗就好 抗是吗 每天 你要睡一次 吃 半得吉地 也是这样 这就是他在 被这个习性烦恼所支配 其实他也很可怜 我们也很可怜 一直被这些习性烦恼所支配 这也就是佛陀说 我们是业的主人 我们是业的继承人 为什么讲你是业的主人 因为你自己造的 好的习惯也是你自己去培养的 不好的习惯也是你自己去培养的 培养了之后 就变成他的继承人 我们继承我们所造的业 比如说你把这个很喜欢睡觉的这个习惯培养起来 改次他就支配左右做你 这个支配左右做你的就是你在继承着他 所以你是他的继承人民 所以他一旦你培养成一种习惯 他就支配左右控制着你 支配左右控制着你 那你说你今生有快乐吗 没有快乐的 你工作上假如你很懒惰 很喜欢睡觉的话 三天就吵鱿鱼 老板就踢掉你 你不相信你在外面做工 每天十次上班 人家八点你九点 人家九点你十点 你做没有几天的老板叫你回家吃老米 你假如结婚了 太太跟你相处在一起 你这么懒 不久就离婚了 你快乐吗 不快乐 所以这些习惯在支配左右做我们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 不管我们造的是三月或是二月 你必须要去承担 谁在承担 你自己要去承担 好的习惯性带给你幸福 快乐 不好的习惯带给你痛苦 好像我们 好吃懒做 我们去到哪里 每个人都不喜欢你 对吗 当每个人不喜欢我们的时候 你活在那个群体里面 你快乐吗 肯定不快乐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一定排斥你的 在语言上 在行为上 人家就会做出这个反应 那做出这个反应的话 你又受不了这个刺激 你苦吗 苦 所以我再看看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业的继承人 被业支配 被业左右 所以我们要注意 来这边 我们是向好的学习 不要向坏的学习 好像我们来这边看到 有些余仪很勤劳 他早早就起来修行 有些余仪很懒 他不起来 那么我们就看到 那些不起来 我们就跟着他的榜样 你说你笨吗 好的榜样 你就不学 学那些不好的榜样 他也可以 所以这么迟 我也跟着他 所以这么迟 那你来这边 是学好 或是想学 学好 或是想学坏 自己想想 因为你来这边 我没有叫你来 是你自己来 你要愿意 接受这个训练 那你愿意 接受这个训练 你就要 学好的 不要学坏的 你说这个人 也可以睡着吃 那我也跟着他睡着吃 那你是来学好 或是来学坏 我们应该像好的榜样学 不要像不好的榜样学 就好像有些余仪来这边 他来这边 不是在弃除他内心的烦恼 一直看别人的烦恼 这个人不好 没有起来做早课 那个人不好 没有起来做早课 到最后他自己 最不好 他离开 对吗 其实我们来 我们看那些好的 因为这个师父 很好 他早早起来 那个师父 他很好 他很精进 我们学那些好的吗 学那些不好的 做什么 所以这个家 是寻烦恼 一直把外面的垃圾 一直拿进来丢 丢在家里 然后我们一直向人家 我家里很臭 我的家里很臭 这就是像我们 一直外面减烦恼 进来照做 然后讲 为什么这些人这样 我很苦 很不 不喜欢看 不喜欢就苦了 对吗 所以我们修行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 有时候 看看 你的心难受吗 难受 这一关 我们还不能够过 他就变成你的老师 在告诉你 他就好像一个 Demometer 这样 温度 气 在Testing你的Temperature 你的Temperature Hot不Hot 你被刺激到的时候 你的Temperature 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你看我们在这方面 还没办法克服 我们的习性 烦恼 是真正给我们烦恼的 不是那一个人 是我们的习性 在不断地照做 照做 照做 这一点我们看不到 还看不到苦 看不到苦 照做就是苦 你看 我每次回来看看 难怪说照做就是苦 当我们不满一件事情 我们带进来照做 你看看苦吗 苦的 很苦的 所以我们要停止 这个照做 不是一直照做下去 照做没有一个人 能够帮你停止 你自己要学习 这个技巧之后 自己停止 这个照做 佛陀只是把这个方法 告诉你 这样去停止 观世音菩萨不会来帮你停止 阿弥陀佛也不会来帮助你停止 释迦摩尼佛也不会来帮助你停止 因为他们本身的烦恼 也是他们自己停止自己的烦恼 明白吗 所以希望大家来学佛 明白 去看好的 有时候我们一个人 我们会常常被讲 其实那讲的人 他是骂我们的习性 他不是骂你 明白吗 你有这个习性 他才会骂你 你没有这个习性 他骂你做什么 你他骂他很好 天天要牢牢叨叨叨 你去问你的妈妈 天天牢牢叨叨叨 他快乐嘛 他也很烦的 对吗 但是 他虽然很烦 但是你是他的孩子 他还是要牢叨 还是要讲 所以我们要明白 我们来学佛 学好的 不要去学坏的 我们来这边学佛 我们自己愿意进来 没有人拉你进来 你们问一问 你们来这边 是不是你们自己愿意进来 你愿意进来 你来受训练 来受训练 去学那些好的 不要去学那些不好的 那些不好的呢 当作我们的老师 那些好的 也当作我们的老师 把它学习起来 没有时候我们再看看 佛陀讲的 真的是 我们是一夜的主人 我们是一夜的继承人 我们一夜而生 一夜是我们的庆祝 一夜是我们的一归族 真的没有错 一点都没有错 你看看我们呢 每天我们都说 我们的一夜支配 眼睛看到不合佛我们心意的 脸就臭臭 脸黑黑 内心里面就滚 一直燃烧 燃烧 燃烧 谁在燃烧 你自己在燃烧自己 对吗 因为我们 喜欢带进来 照做 这个照做使我们苦了 所以我们能够 培养这个技巧 停止这个照做的话 你能够培养 掌握到这一点的话 你不会 对佛 有任何怀疑了 你深信 的确是这样 明白 我也是在学习 不是我 什么都可以 我也是有时 被刺激到的时候 回来看到 哇 里面在燃烧 赶快停止它 因为燃烧就苦了 所以佛陀讲 眼睛在燃烧 耳朵在燃烧 鼻子在燃烧 舌头在燃烧 身体在燃烧 心思在燃烧 真正燃烧在哪里 在我们的心里面 照做就燃烧了 燃烧自己 也燃烧别人 你看看我们先自己 里面 脾气先 再燃烧先 这个火先 再燃烧自己先 燃烧了 我们就从 意愿上 行为上 去燃烧别人 那假如 你不能够 控制你的群星 你燃烧别人 别人受刺激的话 他也 反击回来 哇 这个火呢 更加的激烈了 所以没有快乐 鼻子没有快乐 假如他来燃烧你 你能够平静下来 因为他没有燃料 他就平息了 一个人要跟你骂架 他骂你 你静静 不要反应 骂久了 他也停止了 但是你假如骂他 你说我忍忍 但是久久又 回应他一句 哇 他没完没了 你不相信 你去看看 你可以忍忍忍 忍他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你又在骂回他一句 哇 他又在骂你 多一个小时了 这样你可以忍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火就平息了 所以佛陀讲了 每一样东西 在升起燃烧的时候 肯定他也会熄灭 只要他没有燃料 他就会熄灭 什么燃料 就是我们去回应他 这个啊 就是燃料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来学佛 就是来学习 这方面了 不管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 顺念我们的心 顺念我们的心 不要一直想逃避 逃避 逃避 逃避到几时了 我们逃避了这么久了 还没有灭苦 好 接受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